据环球网3月9日报道 在俄军多次宣布进入静默状态之后 俄罗斯向乌克兰民众展开了密集的人道主义援助 在哈尔科夫州的19姆斯基地内 俄军向当地的居民定居点 分发了大量的人道主义救援物资 俄军表示 俄军已经向当地的民众提供了生活必需品以及食品 为当地民众提供人道主义救援 俄军称 乌克兰当地民众表现的也很礼貌 并没有觉得被冒犯 正是在俄军的帮助下才将处于炮火中的民众带到定居点 帮助他们远离乌克兰极端势力 物资发放现场下起了大雪 大批民众依旧等待着领取物资 基本上每人都分到了两块猎八面包 与可维持数日的生活用品 不少民众在镜头前表示了对俄军的感谢 而另一边 超过120吨物资已经抵达哈尔科夫州的其他地区 这批物资由俄军亲自护送 一路从俄罗斯境内运送到了乌克兰 物资包含食品药品饮用水等生活必需品 大部分物资都将提供给当地的妇女儿童以及老人 而在乌东地区 由于长期保受战火摧残 当地民众的生活更加艰难 和紧急情况部表示 已经向顿巴斯地区发放了超过430吨救援物资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